众所周知,2018年年底张伯芝突然送大瓜,官宣第三胎小王子满月,工作室宣布张伯芝微博启动,精彩继续。 也就意味着张伯芝在消失了几个月之后,满血归来,将及时分享每天的动态,与粉丝们分享诞下小王子的喜悦之情。 然而从圣诞节后,一项热热闹闹的微博突然停摆,张伯芝的微博由一天最多四,五条到五天不发一条信息,这个改变有些太突然,粉丝一时不知所措,张伯芝怎么了? 事实上从12月17日官宣小王子满月之后,张伯芝发薄频率特别高,从日常出行到亲自下厨再到扮演吃素的恐龙,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张伯芝的生活状态,那就是两个字,幸福。 而千万级别的粉丝每天都去浏览张伯芝的微博,其实目的就是分享爱豆的喜悦,顺便打探小王子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。 毕竟港媒也不靠谱,兜兜转转地拆了一大圈儿,甚至连人工受孕的办法都拿出来胡弄读者,也是罪了。 最近突然有媒体放出小王子生父是谢霆锋,还拿出谢霆锋曾四天四夜留宿张伯芝家的证据,可惜工作室只给了两个字,假的。 不过,这是一直未完未了,因为张伯芝工作室也曾否认他怀孕的传闻,如今小王子都满月了,再加上之前陈宇凡工作室,杨幂工作人员的辟谣遭打脸,吃瓜群众吃瓜的水平也水涨船高,不会轻易相信工作室的官宣辟谣了。 2月29日,谢霆锋突然亲自出来官宣,指认卢卡斯和小Q是亲生父亲,会尽到做父亲的责任,称感情稳定,自己出来辟谣赤免的小王子的亲生父亲受到困扰,对他也是不公平的。 谢霆锋的这条官宣,信息量丰富,他直接否认和张伯芝复合的传言,间接向王妃是爱表忠心,此外就是肯定了小王子亲父的存在,而非港媒定性的吴父亲。 让人没想到的是,谢霆锋的这条微博发布之后,当晚的,风味,节目播出的是谢贤,汪明权,谢霆锋和张一山的节目,收视爆红,知情人爆料谢霆锋当日涨粉十多万,谢霆锋的这条官圈微博早不出来晚不出来,却偏偏在自己父亲和自己一起上节目的当日放出,谢霆锋经济团队的这个大招真够狠的。 张伯芝为何突然不发博?知情人曝光幕后真相,谢霆锋放大招。 当然,张伯芝的微博突然安静下来,精彩没再继续,与谢霆锋的官宣究竟有没有直接联系,我们不得而知。 但谢霆锋临走大儿子和小Q亲父,否认第三胎生父的消息,对张伯芝的打击也是蛮大的。 毕竟谢霆锋还在恋爱,而你却秘密结婚生了儿子,真正断了一家四口复合希望的,无疑是张伯芝了。 而顺便炒作一下,风味、节目,对谢霆锋来说,也许就是无心插柳了。